謝院長表示說 未來立法院長要離開黨籍 跟黨切割 您怎麼看 在內閣制的國家 這個很正常 尤其像英國國會的議長 他就是沒有黨籍 他沒有黨籍 但是在下一次在競選的時候 各黨都要抵倡他 英國國會是這樣 所以我會贊成 議長應該要公正超然 所以沒有黨籍應該是值得大家來考慮的 現在民進黨重要的應該是國會過半 就是說我們在公元2000到2008年 大家都知道民進黨執政 它嘲笑也大 一般都說這個是民進黨執政 但事前多的話 按到國會就通不過了 因為現在傳出謝院長有意選立委 而且你的目標就是這個國會龍頭 那之前他又放出這個話 希望可以跟黨切割 是不是說有意要跟 就先放話出來 這個我就 我還不知道 我還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麼 但是他如果說單純就國會議長要公正超然 要退出政黨 沒有黨派的思考 那我是很贊成的 院長請教一下 如果天網投入這樣子的艱困選區 像左衛男子這樣子 對黨的國會大選是不是有幫助呢 這個讓黨整個來考量啦 當然我是覺得說要國會過半 那艱困選區要想辦法突破 如果沒有突破 就像一般大家都知道 就說包括離島一些地區 那國民黨是穩贏的 那這個部分有七八起 如果說大家知道說總統勝選 國會過半同樣重要的話 那應該整個黨應該要考慮要怎麼樣 來對這個一些民進黨監困選區要有所突破 等一下 說給黃招孫嚇一下 他不會怕啦 他實力也是七神實力很雄厚 沒有啦 我現在基本上在講 國會改革的理念而已啦 先講這個理念啦 因為我是覺得我們不是內閣制的國家 那其實現在都有黨團都是 還是以黨領政 但是內閣制的國家沒有問題 那我們的國家就會常常有問題 那國會對立也是坦白講 對我們的民主其實滿傷害的啦 太對立 所以我是主張說立晚院長應該退出政黨 任職期間不要參加政黨的活動 那這樣子的話 就在組織會議程序上 比較容易有公信力 也比較容易協調啦 再講這樣的一個改革理念 但是每次我講一講 最後都是為別人助選 會不會身體立行這個改革理念 現在就找不到有在選院長的地方 現在就沒有地方可以選立法院長 現在立法院長還是要選立委再可以這樣 那有意選立委嗎 這一塊如果要選一定會堂堂正正宣佈嘛 現在除了金門麻祖 那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選 所以要換請 民進黨不是有很多堅困的檢訊嗎 對 左蘭應該也是堅困啦 不過現在大家比較樂觀 而且很多人要選 那沒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先傳這個理念 有人贊成 實現這個理念我認為就不錯了 選選院長是要跟小英主席做切割 為什麼選院長是要切割 因為你說就是當院長的話 就要跟這個黨就分開 那就是不要再受黨的這個指示這樣子 這是一個理念啦 不管哪一黨我們都希望這樣 因為我們看那個院長擔任黨的副主席啦 或者黨的其實都公信力有問題啦 這不是針對誰好不好 選立委會不會是2016選項之一 選立委會是2016選項之一 你自己的2016的規劃會不會是 我現在沒有規劃 我現在我都是喜歡談理念 你們都知道 明天總統出選要領表 大概黨內現在目前可能會出來競選 競選的是齁 我看星期五那個樂透如果有中獎 就來考慮看看 五百萬還不容易 五百萬 這個一個月三萬塊要十多年 那還不容易 院長你全家的規劃